这两天看美国很多人都在抢购了 包括欧洲好多国家大家都在抢购很多的物资啊 食品什么的 今天呢我就到蒙特利尔 离市中心比较近的这个Costco大桥店来看一看 有没有人抢购食品什么的 现在我们就出发进去看一看情况 刚才在停车场看一个老外买了三桶油 今天的油价还是很便宜 还上大队了 看这场面你可能以为是周末啊 其实今天是星期一 在Costco人比原来多太多了 而且进入口的时候 然后Costco他们都准备了消毒纸巾 看来在蒙特利尔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疫情了 啊 酒还是很充足的 要多少有多少 其他的 蔬菜水果都没问题 都还比较多 包括水 手指也很充足 星巴克的咖啡豆大吃了 捡5块 看了一下这大米还是挺多的 如果仔细看一下这架子上的话 很多架子都已经空了 但是这架子是不错的 但是这架子是不错的 这架子是不错的 这架子是不错的 看不見 看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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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皮卡刚被贴发单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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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